用破的英文 是中國很重的腔調的英文 跟我講說我的中文是 是中國來的 中國來的就很 就是非常的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 我 我不知道怎麼接受 根本連 台灣沒有一個方面 除了我們是人以外 沒有一個方面是向大陸的 我們有我們的文化署 不是無法接受 無法很用力的 但是很難接受 非常難接受 因為你這一次的 談到台灣的脫口秀影片 現在目前已經在台灣的 Facebook上面有百萬的點擊率 那你得出這樣的消息 你的心情是如何 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爸爸媽媽 他們也沒有跟我講 但是我阿嬤 我阿嬤應該蠻快樂的 如果我跟她講的話 是是台灣人驕傲這樣子 因為我們目前知道 就是你在脫口秀裡面 講到說當時是有人跟你反應 他覺得台灣還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你當時就很生氣的回應他 說難道你還是你爸的生殖器嗎 那當初是怎麼會有 這樣機制的反應 是很生氣嗎 想要幫台灣說一點話 當然啊 因為每次我這不管在哪裡 全世界很多人根本不認知台灣 因為有些人說 Where's Taiwan 然後我是台灣 然後有時候 他把台灣跟泰蘭放在一起 對啊 台灣跟泰蘭 那是另一件事 然後人家知道的 每次都是開玩笑跟我講說 你知道就是台灣根本不是一個國家 是中國 每次都是這樣子 所以 是 但是 然後有一次我的朋友是中國人 然後就是中國人 但是他說 那你是從台灣來的 那你不是講國語 但是我跟他講說你加拿大人 有些人講法文 但是是法國來的 然後你西班牙文 有些墨西哥人 很多墨西哥人都是講西班牙文 但是西班牙文是西班牙來的 然後跟美國一樣 美國是講英文 是英國來的 但是這個就是 What is it called? Evolution 那然後那個時候他跟我講 用破的英文 是中國很重 很重的腔調的英文 跟我講說我的中文是 是中國來的 是中國來的 就很 就是非常的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 我 我不知道怎麼接受 因為 很 就是 如果人家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中國人會這樣子跟我講的話 人家就說 哦 你們 而且我們是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在亞洲是第一個 有女生的總統 然後我們在亞洲 都是很接受大家的文化 像日本 韓國 美國 英國的文化 非常的開放的 但是 我不知道 開放的意思 我中文可能不知道那個字怎麼講 但是 所以如果大陸人或是其他人說 你們根本不是一個國家 那個只是 比 比那個 比那個大 就是看誰的那個比較大而已 我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講帳號或什麼這些 但是 可以可以沒問題 你為什麼一定要比 為什麼一定要比那個 那個誰的大呢 大家就快樂 然後台灣台灣大陸大陸 我也沒有很恨 因為有些大陸人根本不是說 台灣人就是大陸的一部分 有些大陸人是挺台灣的 但是那個很 Extreme的中文就是非常大陸 愛大陸人 非常極端的人 他們那一部分的人 已經是2022年 所以我根本 I don't know It's like It's kind of ridiculous Do you think? Yeah, it's ridiculous It's ridiculous Absolutely ridiculous It's like let's just love each other 因為台灣對我來講非常的特別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It's your hometown It's my home It's my home I grew up there And also 那個文化 還有食物 還有 對啊,是我的家 所以 那個全部的因素在一起 為什麼一定要 跟大陸 根本連 台灣沒有一個方面 除了我們是人以外 沒有一個方面是向大陸的 我們有我們的文化 So it's like Yeah, I just 不是無法接受 無法很用力的 但是很難接受 非常難接受 因為之前我們有看到 Pelosi來到台灣 Pelosi就是台灣 所以很多美國人 現在對台灣這個字 跟它的地理位置 有越來越多的聊天 那除了剛剛 除了剛剛你在生活圈當中 遇到的中國人跟你抗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有沒有美國人 或是其他國家的人 也有跟你提到台灣這樣的議題 你知道美國人 大部分的美國人 如果他們知道我們 這個的大陸跟台灣的關係的 大部分都是支持台灣的 而其他大部分都是支持台灣 然後有一部分是根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然後我還沒有認識一個美國人 就是我還沒有遇到 但是我相信有一個人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還沒有遇到 而且每天因為我做投稿秀 每天在美國 他們都說 他們都跟我說 還沒有一個人說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 還沒有這樣子的 都是支持台灣的 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大陸跟台灣的關係的話 都是支持台灣的 那如果有一天萬一真的非常不幸 萬一中國哪一天進一步的在侵犯台灣的話 那你覺得你自己身為一個 talk show的脫口秀的演員 你能夠在國外做點什麼 或是你會繼續利用脫口秀的這樣的狀況 來幫台灣生產嗎 當然我當然會用脫口秀的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回去打仗 因為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死掉 當然 我不想要死掉 但是我當然會用我的小小的platform 小小的platform 還有我的能力的給大家的資料 像就是你講的像Pelosi來 那個真的是給美國和台灣很大的一個光 照到我們台灣的光 Yeah 就因為Pelosi去 本來不知道台灣的朋友 或者是他們都知道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I wanna 因為這是我的家 而且我的那個家人 謝謝 那最後想問一下說 因為你剛說台灣是你的home town的話 會不會有一天會想要回來 就是親自在感受一下 我沒有pandemic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都會回去做脫口秀的 我真的很希望回去做脫口秀的 因為但是之前我只有朋友家人來 但是如果有有機會 我一定會想要回去台灣做脫口秀的 Yeah 還有一個我是想要講說 有時候我回台灣 有些台灣人都不認知我是台灣人 因為我知道我在美國住久了 我14歲來美國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有些台灣人知道 你根本就是美國人 但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但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Yeah 我在台灣是ABC 但是如果我在美國的話 他們不認知我是美國人 所以我根本不是有一個國家的人 我只是一個喜歡 我是在長大在台灣的 我很愛台灣的 但是我也愛美國給我的一些觀點 然後一些文化 所以我愛我知道的事情 但是希望台灣人 也不是很多 但是希望有些台灣人也可以 Except me的台灣 中文我不會講 接納我 接納我 接納我